嗨,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晚安 那好久沒有拍自己原子裡面的一些水果的開箱文 那跟各位做分享 今天下午呢,到原子裡面去 那我們的四季蜜芒果呢 去發現地上掉了好多顆 都已經是再重紅,人家台語說 都已經掉了好幾顆,總共算一算有十顆 那今天剛撿回來 下午過去撿回來,晚上剛好小孩 住校的小孩都回到家裡來 想說那開個幾顆呢 讓小孩嘗看看 那順便讓大家看這為什麼叫做四季蜜芒果 今天是幾月幾號 11月7號,禮拜六 算是台灣這邊算是冬天 已經冬天 今天是 今天是什麼冬 今天要吃補品的叫什麼冬 立冬 今天又是立冬 所以證實今天是要 吃補品的立冬 所以冬天還有芒果可以吃 所以這是品種是四季蜜芒果 四季蜜芒果 四季蜜芒果在台灣呢 每年至少 至少兩 二至三次的一個採收 我們通常夏季那一季採完之後 它馬上又開花 開花之後到現在11月又開始採收 而且11月它這邊都是黃得很漂亮 然後自己落果 那為什麼叫四季 就是因為它一年有多次的一個採收 不一定是四次啦 但是意思就是說 它常年都是有開花掛果的一個狀況 所以稱為四季蜜芒果 那為什麼又叫蜜芒果 等一下我切開給各位看 大家就知道它為什麼叫蜜芒果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種叫蜜蘋果 蜜蘋果的話 我們如果把它切開之後 它裡面會有那個結糖的一個狀況 就是那種有一點透明狀 有一點比較深色 然後有 那個怎麼講 就是顏色不太一樣 有結蜜的那種感覺 那四季蜜芒果也有這種情形 那我現在就來把它削開削皮 然後切果肉下來給各位看 那順便也給孩子吃看看 好那我來動作削蜜芒果 蜜芒果 這個下午剛剪回來 我用剪回來是因為它自己熟了 然後掉到袋子裡面 然後就掉到地上 那四季蜜芒果 這個季節的蜜芒果 它水分比較不多 水分比較不多 但是它甜度還是很甜 然後它的香味非常的香 它的香氣很濃郁 香氣非常濃郁 有點像土芒果那種香氣 非常濃郁 但是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水分比較少 好那我現在把它切開 讓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是 為什麼叫做四季蜜芒果 我現在把它切開 切來給各位看一下 切開 翻開 有沒有看到這地方 還有這周圍 有沒有看到種子的周圍 就是顏色比較深 然後有一點 好像蜜蘋果也有這種狀況 切開之後 它某些地方 種子某些地方 會顯得比較深色 然後看起來就有結糖那種感覺 那這地方非常的甜 非常的甜 那因為這一季的 你看我現在切開 都沒有水分再滴 這一季的芒果 它的水分比較少 它的甜度非常甜 而且很香 來我讓小孩吃看看 來 打開 如何 甜嗎 你要講大家才知道甜不甜 甜啊 很甜 但是水分不是那麼多 而且很香 它香氣非常濃郁 像這一季的芒果 這個蜜蘋果 這個蜜蘋果不會吃得滴滴答答 好 然後小 老妖也過來了 我這邊切給老妖吃 然後它這個風味有點像那個土芒果 但是它 不像土芒果說那個 纖維很多 會 會 會 卡牙齒 不會了 你看這邊 一樣 有那種結糖的那種顏色 對不對 這個四季米芒果 很甜 很甜 但是不會滴水 想吃嗎 想吃自己拿 來給你 我看你等那麼久了 來 那這個我就試試看 我也來試試看 非常甜 很甜 香氣又足 它的種子旁邊這個纖維跟土芒果很類似 但是它 不像土芒果說那個 串到果肉那邊 果肉都咬不乾淨 不會 嗯 甜 又甜又香 所以呢我們原子裡面芒果 蠻多種類的 但是能夠吃到 在冬天能夠吃到芒果 就只有這種四季米芒果 然後其他都是夏天吃的 比如說 艾文啊 金黃啊 土芒果啊 那個 艾文金黃 還有那個那個 水蜜桃芒果啊 黑蝦芒果等等 都不是 都不是這個時間的 產的那個芒果 只有這個四季 所以 因為自己本身很喜歡吃芒果 所以那時候就會想說 看有沒有辦法 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吃到芒果 所以就 買了四季米芒果來種 那種了一顆之後 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自己呢 又 繁殖很多土芒果的一個珍木 那我們自己做假接 也做了蠻多顆假接 準備在我們新年區裡面呢 也種了好幾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操作看看 假接真的很好玩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自己原子裡面產的四季米芒果 風味還不錯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